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这个是我现在住的房子 外面有什么动静啊 我的儿子 你在书上面做什么 一点都不老实 现在快点给我下来 等会儿我再收拾你 哇擦 什么情况 刚刚的身影好像是老王 直接光速开车 车都给你直接开翻了 真是够厉害的了 老王你没事吧 快点起来啊 这车门我打不开了 真是太糟糕了 你别急我想想办法 还好直接出来 这可真是一个危险的路段 看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了 儿子你就先回去吧 暂时别跟村民小朋友一起玩了 我现在出去办点事情 先来到村庄情报收集局来 重大消息 不用多久就会有我外星人出现 今天的消息未免也太扯了吧 来来来大家都辛苦了 先来喝上一点咖啡吧 不管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 你们都有着工作 哇啊 什么情况 居然还真的有飞碟 该来的还是来了 难道村民说的外星人就在这个飞碟里面吗 哇擦这个绿布溜秋的东西 看样子就是外星人了 你们来我们村庄要做什么啊 能不能好好商量一下 糟糕了 他们就算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难道说你们也是过来喝咖啡的 那行吧 这个桌子给你们架好 先一外星人来一杯 好好享受一下哦 看得出来他们两个平静了不少 还给我赏了黄金脸 真是两个有素质的外星人 这些可是比我好几个月赚到的还要多久啊 实在是太开心了 现在打个电话给我的家人们说一声 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啊 难道他们都在忙吗 算了我还是先回去一趟 你们都先在这里工作哦 你先别管其他的 快来看看这个经文 难道有洪水要大爆发了 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的村庄都要被淹没了 看来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出去看看吧 啊靠 这个新闻的效率未免也太快了吧 儿子你怎么还在外面玩啊 现在发大洪水了 让想想怎么才能够保护好大家 你们都先待在家里哦 还好我之前存留了一套潜水装备 说不定这样能够保护好大家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大洪水 落后主使还没找到 真是太难了 老王 你家怎么还漏水了 我来帮你堵住吧 真是太笨了 还好我过来弄好了 现在还是到外面去看看吧 带上我的武器守护好大家 这边就已经有 人鱼族的家伙跑过来入侵了 真是一些可恶的家伙 还好带了武器 现在我到这个水上面 去看看什么样子了 居然如此之高 水面已经高于云朵了 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看来以后我们的村庄要变成水下村庄了耶你 小伙伴们那么好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哦